像是這個 三重武僧獎的一個豬腳伴 太油了 試不下 三重的這個綠豆沙還不錯 戰斷 西川那個北京的一個美女 她打給我 然後我買了一個沙伯萊石 買了一個分打卡 她說沙伯萊顏色變黑了 脆色了 石頭有變色啊 怎麼講啊 不可能 我跟她說不可能石頭不會變色 她就是一個有色的廚房 她是不會變色的 那什麼會變色 這就是奧婆 這個台灣男寶 女生很愛台灣男寶 還有許孝順全很愛 那這個東西就會變色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有機寶石 跟珊瑚一樣 貝殼一樣 它有可能會在牌裡面還有水分 外界的不穩定的因素 不管是太熱啊 太濕什麼的 它可能太乾燥 它就會變色 放在車裡 它整顆裂掉 我跟你講 這下面的時候 像說這個蛋白質 可能十年前買的 買的時候是白色 現在變他媽變黃色了 有機寶石就是這樣 但是沙伯萊是不可能變色 我跟她說你這不可能變 我馬上跟她講原因了 因為它是戒指變色 它不是石頭變色 很多客人都反應過說 老闆你的鑽變黑了 哇靠 鑽石還會變色 那是世界大亂 不是吼 是戒指變黑了 因為你每天戴的在摸來摸去 吃來吃去 走來走去 灰塵什麼都卡在裡面了 你也沒去清洗它的時候 自然戒指就會卡灰塵 今天不管你是PT會比較白 不管你是18K比較黃都一樣 在使用上都是有可能變髒 像你每天戴 每天洗頭髮啊 你洗個手好了 洗手爐裡面也是有乳化物啊 兩種解決方法 第一種就是買這種超音波洗印劑 這給幾百塊而已嘛 第二種方法 最好的就是送電鍍啦 電鍍也是幾百塊幾千塊就有了